M5接口平台 前男子AMD發布了新一代Zen 4架構Ryzen 7000系列桌面處理器 並且也一併升級到了AM5接口平台 同時還支持了最新的DDR5以及PCIe 5.0規格 雖然我並沒有獲得首發評測的資格 但這次在馬來西亞華碩的協助下 讓我能夠製作Ryzen 7000相關的重點內容 並且將會製作出一整個系列 整個系列至少會有4期視頻 每一期都會針對性的和各位介紹 關於Ryzen 7000處理器在首發評測中 所無法看到的知識點內容 而這些內容相信都會對那些打算購買Ryzen 7000處理器的用戶 有非常大的幫助 所以如果不想錯過這個系列的視頻 也請務必關注並給予更多的支持 我也會陸續將這些內容給盡快更新出來 從眾多媒體的首發評測中 我們都能看到 Zen 4架構Ryzen 7000系列處理器 有一個很明顯的通病 那就是在溫度測試裡 幾乎全頂著95度的高溫 連我自己看了都有點失望 不過在後來我發現 只需要一個非常簡單的小技巧 就能夠在保持性能不變的同時 實現10度以上的降溫 那麼今天這個系列的第一期視頻 就來和各位分享 Ryzen 7000處理器它真的能否熱嗎? 在今天這期視頻推出之際 其實有好幾家主板廠家 針對這個溫度過高的問題 通過更新BIOS 獲得各自的解決方案 但考慮到我在製作這期視頻的內容期間 並沒有任何一家主板更新相關的BIOS 來解決這個問題 再來則是截至目前為止 並不是所有主板都已經更新了 能解決溫度問題的相關BIOS 以及每一家主板廠家 所做出的針對性方案 都是自家的功能 通用性僅然在同品牌的主板上 並且也可能存在並不是所有主板 都已經獲得更新 因此這次我所分享的解決方法 是市面上100%主板都能參考的方法 操作堪稱簡單粗暴 並且不需要擔心所謂的 體質問題導致設置變量 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照操使用 在開始分享之前 這裡要再一次感謝馬來西亞華碩 對本頻道的鼎力支持 提供了一整套Ryzen 7000平台跟我測試 讓我能夠在Ryzen 7000處理器 發佈後不久更新相關的內容 雖然這一整套有不少東西 並不是新推出的硬件 但至少CPU、主板以及機體內存 都是目前新推出的款式 這次測試的CPU是採用了 AMD Ryzen 7 7700X Zen 4架構8核心16纖層 最高睿頻5.4G默認TDP105W 選擇這款處理器主要還是 我拿不到7900X和7900X 選擇這款處理器主要還是因為 在不少媒體的測試中 它的發力情況似乎是最嚴重的 當然這也和它本身是單CCS的設計有關 因此還是有不少的參考價值 主板是華碩新推出的 ROG S6701-FGAMING WIFI 全新的S6701芯片組AM5插座 豪華的16加2項供電設計 支持DDR5 614MHz記憶體內存頻率 全覆蓋散熱專甲 ROG敗甲滋涼RGB燈效 提供了4個M.2插槽 其中還有2個是能夠支持全新的PCIe 5.0協議 以及超豐富的擴展接口 即使是使用7900X的用戶 搭配這款主板也是非常合適的選擇 之後我也會單獨製作一期有關這款主板的詳細視頻 不想錯過的朋友千萬別忘了關注我的頻道 記憶體內存是採用金斯頓新推出的 Kingston Fury Bridge DDR5 RGB 支持AMD自家的Export認證協議 頻率時序為6000MHz C40 1.35V 在主板Bios內也能夠一鍵打開Export 輕鬆打成6000MHz C40 自帶RGB燈光也可以通過主板燈光軟件進行控制 而金斯頓也是目前AMD Export的首發支持廠家 不論是兼容性還是穩定性都是十分靠譜的 這也是這次會選擇這款記憶體內存的原因 接下來要介紹的這兩款硬件 雖然並非當今最新款式產品 但由於本次的測試分享與這兩款硬件有很大的關係 所以還是給各位介紹一下好了 散熱器是採用ROG Street LC240 飛龍一代240水冷 機箱則是TOPGAMING GT501中塔機箱 雖然散熱器和機箱都不是今年推出的新款產品 但這兩者的搭配其實也很符合目前主流玩家的需求 最重要的是 這次馬來西亞華碩一整套給我做測試的搭配 而為了省下不必要的拆裝時間與工作流程 我就拿來直接做測試了 接下來就要來開始分享本次視頻的重點環節了 不過在開始之前先來看看默認狀態下的表現如何 在Bio僅打開Export其餘保持默認自動的情況下 跑一邊Cinebench R23 單核測試最高可以跑到5.5G 電壓軟件顯示為1.45V左右 CPU Package平均溫度為72度 功耗60W 最終得分為1981分 然後再看看多核測試情況 溫度直接頂著95度的溫度強上線了 此時的全核心頻率維持在5.05G左右 電壓1.26V 功耗落在143W 最終得分19289分 這是默認狀態下的測試節目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要如何進行簡單的調整 獲得10度的降溫 同時性能幾乎沒什麼區別 在進入了8U之後找到Position Boost Open Drive的調整選項 玩過AM4主板的基本對這個功能就很熟悉了 當然這個PBO功能在每款主板的位置所在地都會有所不同 華碩主板集中在AI Trigger、Extreme Trigger的區域里 而微星主板則是收納在OC區域里 不過基本上是個AMD主板就一定會有這個功能選項 哪怕是個三線品牌主板基本也不用擔心沒有這個功能 進入了PBO功能選項後 什麼都不需要調整 直接去到這個Plattform Thermal Threader Limit 也就是平台溫度上限限制 將自動設置為手動 並且在下方輸入85的參數 用途就是將處理器的溫度上限 從默認的95度改為85度 然後直接保存重啟即可 這時候或許會有觀眾會懷疑 95度都會一直卡住溫度牆上限了 設置成85度豈不是會造成降頻導致性能損失嗎? 先別著急 讓我們直接進入Cinebench R23測試階段看看 在單核跑分測試裏 單核頻率最高5.5G 電壓1.45V左右 CPU Package平均溫度為70度 功耗60W 最終得分為1992分 基本上和默認模式下的表現大差不差 2度的平均溫差和11分的最終得分差異 基本都可以算在誤差範圍 但來到了多核跑分測試就不同了 看到了嗎? 溫度卡著85度 但全核心頻密卻能維持在5G 僅有0.05G的差異 電壓顯示為1.21V 比起默認模式低了0.5V 功耗更是只有123W 比默認模式低了整整20W 最終得分19135分 雖然比起默認模式略低個150分 但這150分基本上連1%的性能差都不到 你要說這是誤差其實也不是不能接受對吧 最終以默認模式對比索85度溫度強模式 當核表現不論是性能溫度還是功耗等 基本是完全一致就直接跳過好了 而在多核心表現中 性能略差0.7% 頻率略低0.5% 溫度下降10.5% 功耗則是下降14% 而這個表現我想要如何做選擇就不用我多說了嘛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現象其實眾說紛云 但能肯定的一點 就是這次的PBO機制會以溫度強為優先 然後不斷的加壓提升頻率來實現更高的性能 因此通過鎖上溫度強能夠讓PBO做出更加平衡性的判斷 最終出現這樣的情況 那既然鎖85度溫度強能達到幾乎不影響性能 卻能獲得10%或以上的溫度與功耗下降 那麼如果進一步的鎖低溫度強呢 接著我就將溫度強鎖定在75度來看看最終的表現 新Bench R43單核跑分測試基本一致 還是單核最高5.5G 1.4V左右的電壓 平均溫度70度 平均功耗60W 最終得分1984分 而在多核跑分測試中 頂著75度溫度強上限下 全核心頻率維持在4.925G 平均功耗110W 最終得分18904分 這個結果就直接顯示了75度溫度強設置稍微有點過低了 會導致一定程度的性能影響 但如果你用的是更好的散熱器 或是使用Ryzen 57600X 那麼75度的溫度強還是值得一次的 說不定會有驚喜呢 但是其實我還是不滿足於此 我這個人其實很貪心 我不僅要溫度更低 我還想要更強的性能 同時擺有設置盡可能越簡單越好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呢 其實還真的有 在我以85度溫度強的設置基礎下 進一步的設置Curve Optimizer 也就是所謂的PBO2電壓曲線設置 而一般會調整的PPD TDC EDC等參數 我都一概保持在默認自動 僅調整Curve Optimizer 這個7700X 我並沒有花時間去炒出最理想的設置 而是直接以全核心 複數20的參數來設置 然後在CPU correlation裡頭 設置1.25V電壓 另外CCS頻率設置為51.5 也就是全核心5.15G 最後就來到了ROG S6701-F的重點功能 也就是Dynamic OC Switchers 混合超頻功能 只需開啟此功能 在處理器負載不太高的時候 就會以PBO模式提供更高的單核頻率 而負載過高後 則會自動切換成全核心定頻模式 這個功能首次出現是在 上一代的AM4平台的C8DH和C8E 而這次基本所有市售的華碩AM5主板 都搭載了這項功能 已經並非持續ROG獨佔了 甚至連Prime Tuff和ProR系列都會有這項功能 能夠實現保留單核最高銳頻的同時 進行全核心降壓超頻 最終在這樣的設置下 再次進行了Cinebench R23跑分測試 單核跑分獲得1987分 基本上性能大同小異 同樣也是能達到最高單核頻率5.5G左右 但是電壓溫度和功耗得利於 PBO2電壓曲線設置 電壓僅有1.24V 比起默認模式和索85度溫度強低了0.15V以上 跑分的時候溫度表現也只有平均53度 平均功耗更是下降到45W 這個表現真的很棒 接著來看看多核心跑分測試 全核心頻率可以達到5.15G就不用多說了 軟件顯示的電壓僅有1.16V 跑分時的溫度表現平均也僅有76度 結果還是以另一種形式完成了75度溫度強 同時保持性能的表現了 平均功耗則是110W最終得分19731分 如果以這樣的成績和默認模式做對比 而單核表現性能基本一致 溫度下降了26% 功耗也下降了25% 多核表現中 性能提升2.3% 頻率提升2.5% 溫度下降20% 功耗下降22% 很難想像這居然是一款剛推出不久的處理器 通過簡單的BIOS調整後就能獲得的能耗優化表現 整體功耗與溫度下降的幅度確實非常驚豔 也算是對得起台積電的5nm工藝了 但從這裡也能變相看出來AMD在推出Ryzen 7000之際 根本是沒考慮過要以理想的能耗比作為默認模式 而是選擇了跑分成績好看 但溫度和功耗大增的調教 雖然說現在我們能夠通過非常簡單的設置 優化出更理想的能耗比 但是如果AMD能配合主辦廠家在開售之際 就將之調整出來並作為默認模式 那不是更好嗎 而省得玩家需要通過另外的方式獲得更好的能耗比 當然這次也得利於AMD的決策 讓我有機會做出這期視頻給各位分享 佔了那麼一點點流量 不過我的視頻還沒結束 雖然我已經優化出Ryzen 7000更理想的能耗比 但這怎麽樣都是搭配了一個240水冷 要不來點特別的 用主流的風冷散熱器怎麽樣呢? 思考再三我選擇了原廠散熱器里的顏值天花板 Ryzen 7000鏡 來看看效果如何吧 選擇它主要是它代表了AMD本身 再來是目前絕大部分主流的單塔四熱管散熱器 散熱性能都明顯比它更加好不少 所以如果連Ryzen 7000都能勉強壓得住 那麽基本上隨便一款單塔四熱管也都能很好壓制了 開始前還是同樣以默認模式跑個成績作為對比標準 把ROG飛龍一代240水冷換成了AMD的Ryx Prism 而機箱的頂部我也懶得去加上風扇了 就直接這樣測試好了 最終Cinebench R23單核跑分1942分 平均溫度80度功耗62瓦 多核跑分則是18771分 全核心頻率4.85G功耗122瓦 接著來看看切換模式後的成績 Bio設定同樣是那個PBO2電壓曲線搭配上Dynamic OC區切的設定 在Cinebench R23單核跑分測試裡 最終得分1975分 平均溫度74度 平均功耗52瓦 換到了多核跑分後 得分為19401分 溫度基本上是貼著93到95度左右 全核心頻率在5.1G左右浮動 而平均功耗112瓦 想要這個結果只能說Ryx Prism壓制得很勉強 但如果能進一步壓制更低的電壓 或把頻率設置得保守一點 基本上Ryx Prism還是能夠剛好幾個壓制得住的 而換成了主流的單塔試熱管自然就更加輕鬆了 至少我個人覺得7700X通過這一點簡單的Bio設定後 基本上單塔試熱管應該是不難壓制的 只是我也不想給出我沒測試過的結論 所以呢 之後還是會更新一些關於散熱器選擇的內容 有興趣的朋友到時候可別錯過了 最後為了能給湊打遊戲的用戶 一個更有參考價值的測試 我也進行了CX Go遊戲測試 來看看不同模式下是不是存在性能差異的情況 為了能讓CPU性能差異更加明顯的體現出來 而測試是採用1080P全最低畫質 使用創意攻防的Bashmark模式來進行 每個模式各別會進行3次 然後統計出3次結果的平均和最高幀數表現 而最後的結果 我只能說這個操作對於遊戲基本上是不會有什麼影響的 更多是為了優化能耗比和溫度表現的目的 加上目前越來越多主板廠家更新了他們的BIOS 在BIOS當中也能夠添加類似的鎖溫度強功能 而且操作使用也都非常簡單粗暴 如果你的主板更新了BIOS有這類的功能 Bug可以嘗試看看效果從而自己判斷 要採用主板廠家提供的功能 或是本次視頻分享的方式 而那些說Ryzen 7000必須上水冷 還是必須上360水冷的朋友們 是時候修改你們的觀念了 當然觀看本次視頻的朋友們 也可以進一步了解AMD Ryzen 7000 在溫度表現上的特性 不僅是端正的關於Ryzen 7000的知識點 也能夠給需要選擇相關上映器的用戶有個很好的參考 那麼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內容了 如果你喜歡這期影片 也別吝啬你的點讚和分享 你的知識對我來說非常重要 也是鼓勵我持續輸出優質的影片動力 接下來還會有更多關於AMD Ryzen 7000的相關內容 不想錯過之後的內容也不妨點個訂閱 並打開旁邊的小鈴鐺獲得第一時間的影片的通知 也歡迎各位留言分享對於這次影片的觀點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感謝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